进入2021年 中国正加紧筹办 2022年的冬奥会 最近我在阿尔卑斯山区 看到这个场景 感慨万千 缩小差距真的不简单 这不仅仅是硬件设施建设 更重要的是软实力要跟上 这是一个儿童滑雪课程 学滑雪的都是一些 三到五岁的儿童 眼前这些孩子看起来只有四岁左右 他们认真滑雪的样子 看上去十分可爱 因为是初雪 滑雪的距离比较短 所以铺设了塑料地定 让孩子们走到上方 从上边慢慢滑下来 现在滑雪的是两个小女孩 此刻天空正下着额帽大雪 看着这些小蜕点 在漫天大雪中学习 享受户外的乐趣和风雪的考验 在玩耍中学技能 真是觉得他们赢在了起跑线上 几个穿着红色专业教练服的教练 非常的耐心细致 把每一个孩子都关照得很好 他们不仅教技能技巧 还一直鼓励孩子们 大胆尝试不怕失败 是一种和风细雨的教育方式 这也是法国教育的特点 就是在表扬和鼓励中 教育孩子 旁边有一个小男孩一直在啼哭 不知道是因为自己滑得不好 或者是摔了跤 或者是和家长闹别流 经过教练的安抚 现在教练就放油 那个小男孩自己提哭 让他自己宣泄 这个小男孩还是一边哭 一边学滑雪 这些孩子的家长 一般是带着孩子一起来度假 把孩子交给培训班 然后自己也放心的去享受滑雪的乐趣 他们一般不会死死的盯着孩子 给孩子各种监管 交给专业培训人员 这是最好的选择 旁边像隧道一样的圆形物 是一个电梯 大一点的孩子大约五岁左右 因为滑行的距离稍远 所以他们从这里上到高处滑行下去 法国的滑雪运动十分普及 运动水准也很高 这不仅是得益于优越的自然环境 东有阿尔卑斯山 南有比宁牛斯山 东近运动历史悠久 旁地和配套设施完善 更为重要的是 有一套非常健全成熟的培训体系 法国滑雪教练有一套非常严格和成熟的 资格培训体系 对滑雪学习者的培训方式也多种多样 有单人培训 团体培训 以及私人教练 残疾人培训 儿童培训等 有些培训还是结合休闲旅游 吃素和培训一起打包 一起计算费用 这些娃娃学滑雪 主要目的是学会一项运动技能 更好的享受大自然 以及运动的乐趣 提高生活品质 其运动在法国的普及率很高 包括足球 自行车 滑雪等 这些运动已经融入了人们的生活 是日常生活中 享受生活品质的一部分 其实这正体现了体育运动的本质 那就是提高人的体魄和身体素质 在运动中享受生活 体育运动回归到人的本身 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 享受生活品质的一部分 这才是体育运动的最终目的 远不是拿几个金牌那么简单 一个国家的体育运动发展水平 其衡量的标准 也正是体育项目的普及度 以及提升人们幸福生活指数的程度 占人口比例非常少的少数体育精 能拿多少个金牌 并不能真正说明一个国家 某项体育运动的发展水平 只能说明经过长期严格 和艰苦的体育训练 人类的运动极限 能够达到怎样的高度 以个人的观点 金牌数量也不能直接 以国家实力划等号 因为各项体育运动 都有它先天的自然条件 和历史传统 也有各个民族 在身体数字上的差异 比如说黑人 就先天适合于 长跑短跑的运动项目 冰雪运动是高寒地区的运动 足球运动在欧洲很发达 是因为欧洲人少草地多 到处有建设足球场的场地 并且历史发展悠久 所以不必纠结于 猛项运动能否拿金牌 重点是提高体育运动的普及度 因地之谊 大力发展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项目 让体育运动成为提高 人们生活幸福指数的推力器